紧急征调富豪 中国南篮对阵日本乔尔杰维奇 以徐杰和杨汉森为核心 年轻的小快灵对抗日本规划球员霍金斯 乔尔杰维奇有100%把握战胜日本南篮 在对阵蒙古时用了失败的首发阵容 赵继伟和胡明轩的组合进攻上 没有遥相呼应 有五项主要数据都是0 随后在接下来的比赛 杨汉森强势出击 灵活的进攻头脑和劲爆年轻的打法 让死气沉沉的中国南篮重获新生 而在外线上 徐杰和阿布都沙拉木的防守 可谓是滴水不漏 多次抢断反击 尤其阿布都沙拉木攻守兼备 大个行进间的持球反击 是国际比赛中国南篮最大的杀气 它比张震灵的美式打法更有效果 加上胡金秋的无球进攻 四个头脑灵活的新一代球员 搭配杜润王外线炮台 构成新中国南篮未来几年的核心阵容 而日本队也做出调整 临时换将上了一个 锋线强壮的规划球员霍金斯 几乎就是中国队最怕的 天津南篮詹姆斯的打法 有投射又强壮 无论打广东等国内球队 都很惧怕这样的外援 所以乔尔杰维奇紧急征调 拼命三浪富豪来增强锋线轮换 只要能防住规划球员 中国南篮在亚洲依然是一支强队 加上年轻的阵容 中国南篮有信心击败日本 因为他们年轻不惧怕失败 只有击败日本才能重回亚洲之巅